人生當中一定遇到許多挫折 但是不管你在超商買東西的勺少一塊錢 ragenvi小朋友大家好我是� economies 這一集的首要任務第十九集 就是目標大 zad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 能夠征求各位網友的意見 對細心的、又深副遠見的網友 他們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實時建議的東西 比方說就是把GFF bond 放進去終界箱,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終界箱拿出戒斧棒 就成功啦,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戒斧棒,嗯... 真的是取得不易啊 所以我應該是暫時不考慮用戒斧棒裝滿 因為光是戒斧棒收集的過程就非常讓人家頭痛 那...有一個非常... 另外有的建議是非常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從這個家,然後蓋鐵軌 到這裡的地獄口 然後從地獄口的地獄呢 連接到終界口的地獄口 對,那... 利用這個限制世界跟地獄之間相差八倍的大小的關係 可以做到一個縮時的效果 就是類似空間跳躍,聽起來蠻帥氣的 對,類似這樣子 那... 基本上我覺得要蓋的話呢 應該不會太困難,因為它距離非常短 那...怕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我還做一個圖示 好,首先... 這從... 歐拉 對,在這個限制世界裡 如果要走到終界口的話呢 會非常的遠 會累死 然後想說... 那就... 乾脆就到地獄口這裡 先進去 歐... 地獄就縮小了部位 縮小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直接搭鐵軌過去 地獄口 然後就從地獄口呢 出來到終界口這裡的現家 對,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好,那先我們開始 來收集一下 蓋鐵軌所需要的材料吧 節目開錄之前呢 我已經... 打開那個... 外面這個 低鐵軌的開關了 所以現在應該在製造當中 然後我們在這之前 先去找一下 鋪那個鐵軌下面的這個材料 那我想用的就是這個 地獄磚 用地獄石 燒成的地獄磚 對,那要先燒 燒成這個 地獄磚的磚塊 再合成成這個地獄磚... 欸,這有差嗎? 名字應該叫做地獄磚會好一點吧 好,那我就全拿囉 全拿之後 接下來就去找鐵軌了 好,到這裡之後呢 鐵軌都非常勤奮地在製造當中 看一下 嗯,很快 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拿個機組過來囉 4,5,6,7,8,9 9組差不多了吧 好,然後鐵軌也是要 因為當轉折出的時候呢 鐵軌就非常的... 重要 好,那就... 也差不多滿了 那就先這樣好了 那我們就現在馬上去地獄口吧 好,到了之後呢 這邊是儲物箱 然後這裡呢也是一樣 所以是放附魔術的地方 所以取中間... 好,還是放這裡好了 好,連接過去 直到前面的地獄口 嗯,屋裡好像沒辦法鋪 所以就把它換一下材質好了 欸,這把沒有絲綢之處嗎 嗯... 好,算了 切碼挖掉 然後... 鋪上地獄石 地獄磚啦 好,鋪完之後 欸,怎麼亮了 喔,我這個是紅石磚 喔,所以... 喔,還滿方便的 好,然後這個地方沒有亮 那一樣還是要把它加工一下 鋪上... 紅石火把 好,這樣就可以了 喔,這裡是一樣 好,然後... 剩下的先用石頭 好,偶然是把它添回來 雖然會有點醜 那我再找時間把它... 改良一下 那這裡就可以設置我們的按鈕 欸,按鈕咧 按鈕... 好,隨便... 按鈕好像用石頭耶 好,去拿石頭好了 好,去拿石頭好了 好,來... 好,來... 好...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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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沒有人 可以把人類都給你 好,去買多過 好,來... 我過進去 好,去拿石頭 好,來... 來... 要好的 好,去拿石頭 好,不死 好,去拿石頭 好,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人离开矿车就过去了 那就是我人没办法坐上矿车 直接进去地狱门 在这里 好好像错了 那这次打掉好了 再试一次好了 从这里 好 按退回去 好 我再试一次好了 从这里好了 直接推过去就好了 直接推过去就好了 我刚发现它的冠心是从这里出来 所以我应该是从这里吧 不是从这里 好那就 从这里试试看 好 一样是动力贴轨 然后 等下再看下坐标好了 先试一下 好 最后是一次我想 我想我也腻了 好 再推过去看看 啊 是 是 是怎样 是 好 策略改变 不这样玩了 就这样玩好像没什么意义 应该是从地狱之后 然后再 做 矿车 对做铁轨 到另外一个地狱口 就可以了 不用连结在一起 但是 但是 好 好 那 这 次 离开 呢 会 解 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怎么卡住了 怎么卡住了 完蛋 这是流沙吗 还好没事 然后这个把它也铺好之后呢 就 完成了 那从这里 这里还没用 快速把它用好之后呢 我们来出去看看 看是不是在中介的口 诶是诶是中介的口诶 大家觉得这里应该非常的陌生 因为这里我把它改造了一下 像这样子 然后把原本那个什么 什么机关打掉了 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又有一点 嗯 中介的感觉 即将要进入中介的感觉 然后这里 中介入口 已经这样子 对 那旁边我也种了一些 类似这样子 中介的植物 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性 大 那 刚才就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再铺铁鬼回去了 那铺铁鬼回去的话呢 就不需要再 嗯 告诉你们我怎么铺 就是这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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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铺回去就对 好 那再铺回去之前呢 应该要先来做个总结 对 那我在下一集的时候呢 会呈現给各位看 铺好的成果 然后再演示一下整个过程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按赞哦 那如果想追踪这种频道的话呢 麻烦订阅我 然后别忘了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